为什么你从来没说过我爱你 我感觉自己有时候特别任性 我看别人喝奶我也想喝 妈妈那个时候手上也没有太多钱 就给我买了便宜的一箱奶带回家 但是喝了之后不好喝 我就难受我就哭 然后妈妈二话不说就拉着我去超市 买了一箱最贵的奶给我喝 你这孩子是不是从小你保护得很好 是的 他是我的一切 18年的时候妈妈确诊了乳腺癌 因为妈妈看病特别贵 工资支撑不起妈妈的医药费 我迫不得已就是和我老公两个人选择创业 人与人之间总是你欠我我欠你 你为什么会到今天为止还保持单纯的个性 是因为有人帮你承担了很多的苦 然后现在妈妈病了 现在是你为她来承担 小的时候我经常对您说 等我长大了我要挣钱给你花 妈妈 你在坚持坚持 你在等等我 妈妈 我爱你 谢谢你来了 敬请关注 有请主持人 涂蕾 有请主持人 涂蕾 真情致谢 重新开始 谢谢你来了 好 谢谢大家都来了 欢迎来到重新卫视 谢谢你来了 我是涂蕾 欢迎现场和电视机前 所有的观众朋友们 欢迎你们 来认识一下我们两位老朋友 他们分别是情感作家阿莱 心理专家北辰 好 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故事 如果时间能重来 我希望自己早点懂事 早点看到她的孤独 早点分担她的辛苦 早点牵起她的手 早点牵起她的手 一起体验人生的精彩 一起体验人生的精彩 我们到故宫了 我们到故宫了 掌声有请今天的备制线人 母亲李金燕 主持人好 嘉宾好 观众朋友们好 请坐 头发怎么那么少 画里画的 我是乳腺癌 好 现在治疗的怎么样 通过这几年的治疗吧 病情现在还算稳定 女儿在小片里面说 她从来没有说过爱你 是吗 是的 没有 从来没有 想听吗 想听 想听 对 掌声有请直线人张希 主持人好 大家好 我是张希 好清秀 你几个孩子 几个 一个 你多大了 我29岁了 没说过爱妈妈 没有 既是起 我好像从来没有说过妈妈我爱你 一直以来都是妈妈对这个家庭付出 承担了家庭所有的负担 妈妈所有的委屈全部往心里咽 不告诉我们 然后18年的时候妈妈确诊了乳腺癌 你怎么知道的 18年那会儿 年初 我从一个员工变成了一个项目负责人 紧接着我工作特别的繁忙 特别的忙 忙到没有时间回家看看妈妈 而且我自己脚上也长了一个小包 因为影响到我走路了 迫不得已 抽了一天时间去做了一个小手术 那天特别热 我从手术室里出来 接着就接到我小姨的电话 我小姨就问我 你妈妈今天怎么没有来上班啊 我听了之后也很诧异 妈妈为什么没去上班去干什么了呀 我给妈妈打电话 妈妈也不接 接着我给我爸爸打电话 才知道他们俩在医院 我当时就在隔壁的一个医院 做了小手术 接着呢 我自己就一瘸一拐地走到医院 去找我爸爸和我妈妈 然后远远地我就看见 我爸爸和妈妈站在那里 我爸爸脸上的黑眼圈特别地重 一点精神都没有 我心里就有一种不好的预感 我就问他们 今天为什么来医院 妈妈就说 他胸口上的一个疙瘩特别疼 迫不得已来医院看 来了之后医生就说 你不要检查了 明天就住院 事情来得特别地突然 因为他现在没办法手术 他只能去做病理穿刺 就从这里取一个细胞出来嘛 那个时候我们等待了半个月 才出结果 我觉得那14天里面是我人生中最焦急 最难过的一个时刻 我每天都在祈祷 妈妈没有事情 妈妈检查结果一定是好的 你和你爸一起 我和我爸不沟通 为什么 从小到大就很少跟爸爸沟通 结果怎么样 结果很不乐观 就妈妈的检查结果出来就是乳腺癌 他可能发现得太晚了 是这样的 16年那会儿 我大学刚毕业 我妈妈突然有一天就跟我说 他的肋骨这里长了一个包 然后我妈妈就说 他在我们镇上的医院看了 医生说没有事 是肋骨炎 自己慢慢就好了 我也就把心就放下来了 其实这个事后来想想也挺难受的 如果自己早一些去带妈妈 去大医院去检查 也许早点就能发现 我妈妈确诊乳腺癌之后 紧接着就开始住院化疗 然后突然有一天 爸爸就被警察带走了 我在医院 突然间爸爸就被人带走了 我很害怕很无助 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后来才是妈妈告诉我的 说是爸爸生意破产 欠了几千万的债 就没办法 就是割到不能再割了 被法院传唤走了 你当时内心的感受是要崩塌了吧 我害怕 我怕 我怕没有妈妈 我怕没有爸爸 我怕家里就剩我自己一个人 那时候你结婚了没 没有呢 那是你老公吧 是 是后来结婚 那时候他不在 那个时候我们是同事 来老公说两句 你老婆是不是那种 就是特简单一根筋的人 对他平常就比较简单 然后 呃有啥说啥 就是我为什么喜欢他 就是这一点 比较简单或单纯一点 就傻呗 呃也不傻 傻吗 不傻不傻 就是今天他紧张了 平常不是这样的 他其实是心啊 挺善良的 跟我妈都一样 善良肯定善良 单纯嘛 单纯挺好的 来我们来看哪张照片 这你给他批的 对 那个时候是妈妈第一次化疗 然后我们想着 病人化疗肯定要用最好的药 给妈妈用 我们就选了一个药特别贵 那个药要一万五一瓶 他大概要用八次 下来就将近十万块钱 那个时候家里没有特别多的钱 几乎把所有的钱 全用在了给妈妈治疗上面 那天印象特别深刻 挂水的时候 护士小姐跟我们说 如果就是出现任何不良反应的话 都是正常的 感到不舒服 要及时跟护士说 然后我妈就开始化疗了 我打算拿出手机 看一下时间 结果我妈就突然就开始难受 喘不上气 就喊我说 快去叫医生 快去叫医生 我就看见我妈在那 就是上气不见下气 就喘不过气来 然后我就疯狂地 就跑到护士台 我就跟着喊 我说护士 护士 快点 快点 病人有危险 然后紧接着跟了一群护士 就跑过来 就赶紧给我妈 换点滴 然后给她吸眼 就慢慢地 妈妈才平复下来 因为我妈妈那个时候 工作脸特别黑嘛 但是那个时候 我都能明显看出来 她的脸特别特别地红 难受的 整个人可能就要窒息一样 我特别害怕 我觉得 可能要失去妈妈了 后来妈妈只要一挂水 我就要盯着她的水平 看着妈妈是不是难受 我都要问她 后来不管妈妈去哪里 只要妈妈看病或者挂水 我全都跟着她 没有一次不跟着妈妈去的 很少有这么大年纪的 张口妈妈 闭口妈妈 就年纪大了以后 基本上都叫一个字 妈 对吧 你这孩子 是不是从小 你保护得很好 是的 他是我的一切 就是你看他说话那样 好像没长大一样 是的 他说话那个样子 那个神采 对吧 像一个小孩在说话一样 是的 从小妈 你也长大了吗 这你啊 这是我 你把眼镜拿下来 我看一下 不像啊 女大十八遍 戴上吧 这像个男孩吗 对 从小到大 就是我爸爸他喜欢男孩 你看我一直是留着短发 从来就没有留过长发 那你爸 对 我是从四年级才开始穿裙子 为什么开始穿裙子 是因为我四年级转学了 转学之后我上厕所 然后就听着整个年级的男生在喊 小男孩进厕所 女厕所了 小男孩进女厕所了 就那个时候 我觉得对我伤害特别大 我从来没觉得自己剪短头发呀 不穿裙子 会觉得不像女孩会难受 那个时候我才真正意识到 我是个女孩 我应该像个女孩一样活着 之后我才开始穿起了裙子 我爸爸特别严厉 他觉得没用的东西就要丢掉 我小时候的 芭比娃娃呀 四驱车呀 还有我小时候满屋子的奖状 我爸爸觉得是放在家里占的地方 他就全部给我扔掉了 弄得我很难受 但是你妈妈对你特别好是吧 妈妈真的特别疼我 我妈妈是那种 我想要什么都会给我买的那种 像小时候用的钢笔 特别贵 一个钢笔要一百多 妈妈还给我买了一个 好记性掌上电脑 那个时候是我人生中印象最深刻的事 然后还有一瓶奶的事 妈妈那个时候没有工作 可能手上也没有太多钱 家里也不是特别好条件 我就给妈妈说 我看别人喝奶我也想喝 然后妈妈就带着我去超市买了 我们想着不然买个便宜的吧 然后妈妈就给我买了便宜的一箱奶带回家 但是喝了之后不好喝 我就难受我就哭 然后妈妈二话不说 就拉着我去超市买了一箱最贵的奶给我喝 妈妈说 只要你想喝 再贵妈妈都给你买 妈妈对你好 对 我特别想知道 为什么你从来没说过我爱你 是你小的时候不太能够理解母亲吗 我感觉自己有时候特别任性 高中的时候 我是一个月回一次家 妈妈那个时候在打工 有一天中午 妈妈给我打了电话说 她等会儿就来学校看我 我就在学校那个栅栏门口那站着 我看到其他同学的父母 都带了好多好吃的给同学 心里特别地羡慕 我就远远地看见我妈妈从远处走过来 然后我妈给了我一袋土豆丝和一袋米饭 我就说你怎么就带了这么点东西来看我 人家家长都拿那么多 然后我当时自己觉得气不打一出来 我就说你走吧 然后妈妈也不知道我为什么生气 说你怎么了 我说你走吧不要来了 以后不要来了 然后妈妈就走了 接着我就骑着我那袋土豆丝 回来寝室 我就坐在寝室那儿 我就想 我为什么会对妈妈说那么难听的话 我说你走吧 妈妈坐四个小时的车来看我 我自己怎么那么任性 特别特别地自责倒是 一边哭一边吃着妈妈给我买的土豆丝 一边哭爱吃得下去 接着呢妈妈她就给我发了条短信 说我又给你买了点东西放在你们门外室了 你记得去娶一下 你记得去娶一下 妈妈其实看出来了女儿的失望 看出来了 那时候经济很困难吗 因为她爸爸吧 我们以前她爸是开货车嘛 我们是借钱的嘛 挣点钱又折腾里面去了嘛 看她很失望地走了之后吧 我心里挺不是自问 所以呢我就跑到她校门口的超市里面嘛 又给她买了买了点吃的东西 放在她的就没问题那里 那我心里也要好受一点 大学懂事点了吧 大学不算特别懂事 因为我大学在成都读得特别远 我妈没有出过远门 我就和我爸商量 我说我妈可能摸不到路 你要不然带我去一块去上学 我行李特别多 我爸当时一口答应我了 就是前两天临开学前两天 我爸说他要去陪贺库 没有时间 你爸爸总是缺席 长那么大 我就感觉我爸爸很少去参与我的成长 我跟我妈两个人就坐火车去上学了 坐了三十多个小时火车 那个时候买不到火车票了 然后我们就买了比较贵的软卧 我当时就记得那个小屋里面是四个卧铺嘛 就我和我妈两个人 我给我妈拍了一张照片 我妈特别高兴 我妈妈穿了新衣服 然后我妈妈也给我买了新衣服 新的行李箱 把我送到学校之后 我看到新环境 新同学 我好像就忘记了妈妈 也没有带妈妈在成都转一转呀 玩一玩呀 妈妈第二天就坐火车回徐州了 就现在想来挺遗憾的 你是哪个专业啊大学 广播电视编导 那你现在啥工作 我是做少儿节目 做编导 那你现在也算是专业对口 我很喜欢我的工作 妈妈也很支持我 然后因为妈妈看病特别贵 一个月花掉好几万 工资支撑不起妈妈的医药费 我迫不得已就是和我老公两个人 选择创业做短视频 哦 刚才说到大学 对 那工作了以后呢 工作了以后总懂事了一点了吧 工作了 因为我们家在村里嘛 我在城里工作 要租房子嘛 自己又想着就住的好一点 地理位置好一点 后来看了一个公寓 要1500一个月 要压一负三 一下子就是六七千出去了 而且还要吃 还要买东西 手里没有钱 然后就给妈妈打了电话 然后妈妈二话不说 就把钱打给我 让我租房子 妈妈说让我住的好一点 不要亏待自己 哦 你是想说妈妈为自己付出很多 但是呢自己时常忽视妈妈的感受 是吧 你觉得你的女儿跟别人的女儿有什么不同吗 不同的没有 跟别人的孩子也差不多嘛 但我怎么感觉有那么大不同呢 她都29了 但看上去特简单 对的她就是一根鸡嘛 想什么说什么 是的 从小到大都是这样 所以我就老担心她在外面工作的时候 就是说话她就不考虑嘛 不考虑护过啊 她应该不是那种太能够体恤你的人吧 是的 她不能还能够明白你心里想什么 都是我为她照相 是吧 那这怎么行呢 那这太累了